亚太社区基金在第15届四季奉献年度募款餐会上宣布成立全新妇女领袖慈善基金 希望提升亚裔妇女领袖在慈善工作上的能见度 亚太社区基金慈善领袖获奖人朱利亚古向该基金进行了第一笔捐款 除上述宣布外 亚太社区基金当晚也表扬了无私奉献的亚太裔社区的慈善领袖 企业慈善奖得主为城县的南海岸广场 慈善领袖奖得主为朱利亚古 社区英雄奖为韩美奖学金基金会 前瞻领袖奖得主为卡斯特罗·萨尔瓦蒂 查克 比尔杜边 罗伯特叶 迈克尔奇和于东尼 亚太社区基金是一个以社区为本的非盈利基金 亚太社区基金执行总监黄群燕表示 亚太社区基金成立宗旨在鼓励更多人愿意站起来做社区慈善家 把他们的慈善跟社区分享 保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